首先对于校照来说 大家必须关注两个时间点 一个是每年的3月和8月 3月是实际生照片 而国内一线混乱公司实际生照片的 流用概率是非常大的 基本上是80%以上都可以流用 所以基本上 进入的实际生照片也基本上就确定了 可以最终拿到offer 然后8月份是校园照片 基本上流程和实际生照片差不多 然后只是说是直接发放offer而已 然后这个主要是关注官网 包括腾讯百度阿里 还有一些各种公司 包括一些公众号也可以去关注 他们会推送一些信息 通信息以后 然后会在线一些 在线填简历等等这些环节 然后第二个是内部推荐 内部推荐就是一般我们就讲个内推 内推其实分了两种 一种是对于大公司来说 公司有个内推平台 这种内推平台会在校招 或者实际招聘开始前就启用 然后优秀简历在校招开始前 会有一些提前面试 提前发放offer名 这个的好处有两点 第一个是不用参加比试和曲面 比试和曲面是刷人比例最大的环节 然后如果可以把这两个过掉 可以和面试官直接一对一的沟通 这样子的几率会更大一些 第二个是整个内推属于 已经挑选过的简历 这样子整个的录取概率会更大一些 然后第二个是比较特殊的 叫岗位直推 就在常规的面试之外 会有一些确实比较确实的部门 会发布一些岗位需求 但是这种机会非常难得 但是成功率很高 因为首先你已经知道是哪个部门了 你可以直队性的去准备一些样子的知识 第二个是同样没有比试 没有面试 而且可以和直接和部门沟通 然后流胜也会比大规模的招聘少很多 第三个点就是说 这种岗位一边都很缺人 所以大家看下我这个压力会很高的 但是整个这种岗位直推的机遇是很少的 曾经就是我把我的大学室友 就推荐给了腾讯 就是靠这种机会 但是大家凭什么关注这些信息呢 就是其实可以多关注将人 然后我这边会得到一些 国内各个互联网公司的一些 岗位直推的信息 那次前段时间 腾讯教育部门就有十一生招聘的 这种岗位直推的机会 相应的其实不定期的各个岗位 都会有这样子的机会 那我们注重来看一下 在应对国内的产品的面试 产品的面试我怎么准备 首先第一点简历 简历非常重要 刚才我们了解了 公司对产品经理 校召产品经理的要求是什么 然后我们再具体看看招聘要求是什么 这个是我截的一张图 是腾讯校园招聘网站上面的 岗位方向是产品策划和运营 然后这块的岗位要求 大家一定要就是仔细的去一句一句读 首先第一条本科以上学历 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具备了 然后第二点 对开发测试运营设计 有一定了解 这块是我们说的什么 这块就是刚才我们所强调的 专业知识领域的要求点 就是这块就需要我们和 刚才讨论这些要求点去匹配 看看自己欠缺什么 然后怎么补习这份的能力 包括一些对于开发的了解 对于测试的了解 对于运营的了解 对于交互设计的了解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 我具备这些能力之后 我怎么再简历中体现这种能力 这个是需要思考的 第二点是 对互联网产品极度热爱 怀揣着做出优秀互联网的产品的梦想 具备敏捷的观察和思维能力 并且把思考变为现实 以满足用户需求的勇气和能力 这点又是我们刚说什么 通用能力里面的行业融入感 这块就表明了 你对这个互联网的产品 有没有向你的热爱和清晰的认识 你要包括了解 不同的产品类型和满足什么样的需求 这个市面上有什么样的好产品 什么样的产品不好 首先第一点就是App Store 前100的应用 每个都下载下来 然后去体验去分析 体验就是看这个产品用的舒服不舒服 有什么问题 遇到什么样受阻的东西 然后另一个就是分析 这个产品满足什么样的需求 这些人群是谁 这些人群还有什么样的需求 这个产品有没有去满足 通过每一个这样的问题去问自己 你逐渐对这些产品 都会有一些清晰的一些概念 你也知道竞品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你哪个产品好 哪个产品不好 也会应付很多面试的问题 然后另一个就是关注一些 36克最美的应用这些平台 然后可以发现一些新的产品 发现一些行业的一些变化 这个也是表现你行业融入感的一点 然后第三点是 优秀的创造力 想象力 逻辑思维与系统分析能力 突出了文字组织能力和沟通能力 这块又是我们说什么 刚才的通用能力 包括我的学习能力 沟通能力 心态与行商 执行力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 我在简历中如何体现这些东西呢 其实这块我们主要看的就是 对于校教生来说 一个是有没有相关的学生会工作 如果学龙会主席 学龙会副主席 或者这种角色 就可以最起码表现你的沟通能力 你的组织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另一个就是说是 有没有参加像的产品比赛 有没有什么样的解谱 这种东西就是看你在整个团队中 因为参加比较分析的团队 你的心态与行商 你的执行力是什么样子 你会不会合作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学习能力 你怎么体现你的学习能力 我见过很多简历 大家会写一些项目经验 这些项目经验 其实都是学校的一些项目 类似于固制一个project或一些秘书什么样子的题目 然后这种题目 然后大家可能完成一个简单的一个项目 什么图书管理系统 这种很通通的东西 但是这个是一个被动的学习 刚才我们强调了 我们对学习能力可能必须是主动的学习 你发现了什么 你没有掌握的 去学习达到什么样的结果 这块可以表现几点 一个是类似于对于产品经理来说 你对行业的了解 有没有一些沉淀 你在体验这些100个产品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些积累 你学到了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可以做一些类似于博客 一些这样子公众化这些东西 记录下来 也是你学习经验一个体现 最后一点 其实很关键的一点 产品策划和运工作实际经历 在实验室或者校园技术团队 有互联网产品策划的项目 这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内推来说 如何筛选简历 很关键一点 就是看你有没有类似的这样的项目经验 因为对于学生来说 很多会有学员的实验室 实验室会有根本这样的项目 你在这些项目的价值会比 值老师布设会好很多 这一点也可以就是参加 降任一些项目 项目培训之类的这些产品 这些产品也可以为你的简历 产生一些新的一些发光点 OK 其实我们说的这些岗位要求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产品经历能力要求里面的内容 所以在简历上 我们一个是自己去匹配自己的优缺点 另一个是怎么把这些内容体现在简历上面 这个大家必须要考虑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 写一个很普通的流水账 OK 如果简历通过之后 一般来说会进入第一个环节 就是鄙视或者是在线测试 最早是鄙视 这些年都是在线测试 在线测试 对于产品经理来说 腾讯主要是逻辑体 就是一些类似于 公共员行政能力测设的这些题目 这些题目其实很好练 也有一点奥数题这些东西 大家可以平时去试一试 然后这个题 证据证据率应该还是不错的 然后最后的大题 可能会有一些产品测跡的题 一些公关危机公关的题 市场能力的题 然后百度来说和通讯不太一样 百度是没有类似于形成能力这样的测试的 一般都是开放性的题 就是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产品 让你做策划 或者说是可能这个产品不是互联网产品 是你线上的产品 设计是钢笔 设计一个书架等等这些东西 然后你要分析用户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你就满足什么样的需求 再体验在你的产品设计上 怎么满足这些需求 就这些东西 额外的会有一些市场方面的一些题 你的整个行列的情况 你的竞品有什么 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 你该怎么处理 这些题 这些题 平时网上也挺多素材 大家可以练一点 然后如果比试通过 其实比试的通过率大概在50%左右 其实通过率还是挺高的 就到了群面 群面是整个环节里面最残酷的一个 群面其实就叫无领导小组讨论 一般是8到12个人一组 然后会分配一个开放性的话题 这个话题举个例子就很开放 需一个荒岛 可以选三样东西 然后你们组需要讨论 选出三个 带哪三个东西上导 或者说是你是教育部的 然后你先安排小学课程 你只能选五门课 你需要选哪五门课 然后规定时间大概是15到20分钟 在这个时间里面 大家就开始讨论 然后输出一个结果 然后这个结果在整个过程中 会有三个角色 一个是team leader 一个是time control 还有一个最后的总结陈述 然后面试官会观察这个过程 然后选择相应的人选晋级 这个的整个的晋级率 大概在10%到20%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环节是整个刷人刷的最多的一个环节 而我刚才说的内推 其实就可以省略到这个环节 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而且这个环节极其看运气 并不看你的专业能力 你的各种能力 非常看运气 而一面算是进入到专业面试开始 它的面试官一般和曲面的面试官是一样的 在一面主要是一个是简历的内容 做过一些项目 问一些项目 然后问一些互联网的一些专业知识 类似于让你推荐一个产品 推荐一个互联网产品 告诉他为什么好 然后或者说是也会有些逻辑题 类似于很开放 类似于让你预估 新你有多少辆出租车 或者说是某个城市 今年有多少旅游收入 这种题其实结果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思维方式 有没有逻辑 然后在这个环节 大概的通过率在30%到50%左右 这个看具体每年名额都不一样 会有不一样的一些情况 然后过了一面 其实大家慢慢的就可以放心了 而下面这一行 包括后面的刷人 没有前面那么残酷了 然后二面一般是这个产品的一个总监 总监面和一面差不多 但是问题可能公关一些 主要是一些行业相关的 你对这个行业怎么理解的 而且在这个环节 因为一面 你一定要搞清楚 面试官是谁 是哪个部门的 就做二面的准备 这样子其实你跟他会有很多了差的方法 但是二面也会有压力面 这一点大家就要注意一下 可能会心态可能会崩 压力面其实就是不断的问你问题 不断的问你问题 给你很大的压力 直到问到你回答不了 然后很多人二面结束 这种压力面结束之后 都觉得自己挂了 其实并不一定 只是说这种面试的方法 就主要考察你在这种压力情况下 有没有更好的逻辑 和更好的思维能力 而二面的进击率 大概在50%60%左右 然后三面一般是部门总经理 部门总经理一般 在腾讯来说 就是负责一个大产品 就类似于负责微信 他就是一个部门总经理 然后他的微信技术功能 就一个经理 然后这个经理负责面试 然后这一面就比较轻松 一般就是聊聊天 然后或者说是前面两面 有没有满意的点 然后再考察一下 然后通过率就60%80%以上 很少 最少人就挺不多 然后最后一个环节是 其实不知道 有一个特殊部门 就类似于微信 或者一些比较牛逼的一些部门 会有一个叫面试委员会的一些部门 面试委员会的东西 这个面试委员会 由一些 由这个部门比较资深的一些产品经理组成 一般是专家写的组成 然后会进行面试 但是整个效招出现的不多 而且很少刷人 因为一般来说 你的一面二面面试官 确定要你的 在这个环节里面 不会是卡你的 然后最后一面是HR面 HR面看情况 有的时候很水 会就是简单的发热 有的时候会问你一些 也会问一些专业知识 但是就是很表面 HR你懂的 然后但是HR面 大家有一个风险 就是说是 因为到HR面的简历很多 这个时候就要筛选 有时候可能名额不够 这个时候HR面 也会刷掉一些人 但是整体的概率在80%左右 所以大家在准备 整个效招的过程中 简历 曲面 一面 这三个是最重要的 这三个过了之后 后面会轻松很多